博鳌亚中论坛2019年年会开幕式3月28日举行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与会国际商界代表高度关注中国对外开放新举措 对方法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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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子 中国now信息者信息者 主asu置信息者 必须建议 我希望中國能夠保持這個法案 讓中國在中國的外國相對相對相對 中國堅定不移依靠改革開放創新 激發市場主體活力 增強內生發展動力 保持經濟運行總體處於合理區間 使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穩定發展 對於國內企業來說是一大利好 總理講到亞洲的經濟的增長 其實在全球來說還是比較強勁的 那麼中國尤其是新的科技 像人工智能帶來的整個的產業的增長 其實也是非常快的 就像我們蘇蜀維愛公司 其實從去年開始不但沒有感覺到寒冬 而且我們每年還是保持300%到400%的增長幅度 總理講話特別強調了要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 進一步能擴大國家各項經濟的發展 特別是多元化的經濟的發展 是對企業的發展 特別是私營企業的發展又帶來新的火營 私營經濟應該說又走向了新的春天 為我們國家的總體發展擁有助了新的火力 謝謝大家